陶琳女士在接受媒体开放的时候说我们要让要多多教育消费者 但是你们之前是这么教育我们的说这是自动驾驶啊 你教育完了我们撞了墙然后你再说你们应该多多受教育应该多看说明书 车时五月在上海车展开门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事件呢 就是特斯拉的女车主维权的事件 然后所以呢就会牵上来一个话题 就是说这个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的这个车的车主到底应该日常怎么样的去用这个车 到底是车主的问题呢还是车的问题呢 你们怎么看呢 就像是你想你家里边两三千块钱买一个智能电视 你还要对着说明书拿着遥控器摆动半天 然后你买一个车不看说明书不太合适 关键是什么就是说明书这个问题啊 实际上是厂家的责任 就是厂家有义务去造一款好用的车 同时在说明书当中用简单的话语告诉这个车主正确的操作方式 对但是现在的车企是怎么做的 咱们就说特斯拉 我每次去看的时候销售部门一定会给我介绍 我们这个车有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 然后还会说我们的自动驾驶比别的车更高级 你完全不用管它 小白也能开 这是他们的话术 我去过很多字都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想说功能是越来越好用的 车是越来越好开的 但是一定是对于一些小白用户来说 它是有误导的 而且就是我不是小白 如果我天天开这个车我也会变成小白的 是的尤其那个自动驾车 对我会失去对于速度的掌控 会失去对于距离的理解 会失去对于道路的警觉 会失去那个下意识的反应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的事故并不是因为这个车刹车失灵了 而是你在第一时间没有权力去制动 这个时候你是应该去制动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那起事件是因为这个 那起事件有关部门会调查 对吧 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事 说消费者需要教育 我觉得这次的事件是消费者狠狠地给特斯拉上了一课教育的理 就是要做技术先锋可以 但是不是比谁胆大 不是比谁不拿命当回事 而且呢这个特斯拉这位总裁接受采访的时候 最后一句话我不是特别同意 他说我向大家保证 这个智能汽车一定比传统汽车更安全 我觉得这个话你得分怎么听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当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已经发展到足够发达的时候 车是不可能互相撞到一起的 那个时候就大家就安全了 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当你自己的培养的驾驶习惯 你多年建立起来的这种老司机的这种意识 逐渐的被这种智能驾驶系统所淡忘 所顿化的时候 其实这个车真的不如你以前开一个下力更安全 尤其你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手动挡的车你要无操作它就熄火 它就不动失去动力 虽然失去动力也很危险 但是你在低速失去动力 你会离合一台车熄火 你不动 有个例子就是当我杀车坏了的时候 然后我可以给它用手动挡这个档来变一下 这种机械原理就是你是自己能够去控制它的 对 当比如说你要是整个车的所有信息都显示在一块屏幕上 然后当那块屏幕黑屏的时候 会人会很慌张的 真的会非常慌张 当你踩任何东西没有用的时候 你觉得非常绝望 对 在那种情况下 你油门当刹车或者踩不下去 这都是比较正常的 而且其实我想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企业不仅是一个赚钱的这么一个机构 它有自己的 它应该履行一种社会责任 就是它不能去说宣传一些 就是夸大自己的功能 去做一些虚假捐赏 或者言不复实的这种话语 我觉得其实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飞机大家都做过吧 对吧 就是天空之中 它的那个交控状况 其实非常简单 不会有万万小哥 不会突然穿出来狗 不会有三轮车 不会有逆行的这个乱麻糟东西 天上就是飞机跟鸟 对吧 然后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场景 一定要在起飞跟降落的时候 由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去接管飞机 对吧 黄润是一个马路到路上那么复杂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丁老师举这个飞机的例子特别的好 没错 而且很实在 这就是智能化和人去控制之间的关系和平衡要做好 对 而且即使是刘船舰机长 他驾驶一个失控的汽车 我觉得他也不会像他在空中那么游刃有余 因为道路环境太复杂 真的真的 而且路又窄 然后没有那么大空间给你去试展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一些智能化的汽车品牌吧 当你智能化靠卖点有了这个噱头之后 也可以往回收一收更多的去做一些安全方面的知识普及 然后把事情跟安全方面的事情跟这个车主也说清楚 嗯嗯 行我们就先聊到这 好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汽车人有话说 然后呢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晚上八点到九点 大家呢也可以在汽车之家上面搜索汽车人有话说 找到我们的视频栏目 也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到我们的精简的版本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